好,John,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检查 就是检查那个乘客座位上的娱乐系统 好,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 我们先戴上耳机 耳机 现在我们要检查这个耳机还有这个遥控去 就是要确定它能正常操作 好的 好的,声音要平均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检查三个灯 就是Reading Light有两个 也就是我们的阅读灯 还有我们的Service Light 也就是我们的服务灯 好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使用 好,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座位上的检查 好的,要检查什么吗? 大概知道,因为我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有 这个可以平躺 然后可以调这个椅子的斜度 还有的就是 就是那个按摩的 哇,这个座位可以按摩 可以的 那我现在去试一试 好 所以我们先让它 平躺 也就是说在这个飞机上 你们每一张座位都要一张一张去试吧 对吗? 对 我还是第一次 体验这个平躺的感觉 再一次调上 所以现在我们检查我们的乘客 座位上的娱乐设施 那其实这些设施呢都是非常高科技 而且是非常舒服的 好,你刚刚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维修工作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CVT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 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穿上了这个很像高空跳伞的这个双臂 哇,好酷哦 真的很酷 好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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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外壳是以铝和金为主要材料的 配合一部分高抗张力的高分子数字材料和钢材制成的 在清洗飞机外壳时 必须注意绝对不能造成对材料的腐蚀和损伤 一般清洗飞机外壳时 先用规定浓度的清洗液进行高压喷射清洗 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清洗飞机外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腐蚀 同时也为增加外表的清洁美观 schemスヨージ 汇集島大王 はい,jon,你可以看洗好飞机油的感受吗 他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累 然后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难 可是他真的必须要靠一个团队 因为飞机很大 然后靠一个团队 他可能要花上两到四个小时 才可以把一个飞机洗完洗干净 这个洗飞机一开始 我的想象是 很好玩的 上去洗的时候 他当然有一定的高度 然后我就开始缩啊缩 一边缩的时候就觉得 感觉好像在缩一个很大面的墙 就一直缩不完 一边在缩一边在缩的时候 然后用水这样洒下去 就喷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层黑黑的那种液体 在那边流下的时候 哇 这种感觉真的有满足感 然后这个洗飞机的感觉 就像为这个飞机在洗你的感觉 那时重新的 它就变成一个 其实美美的可以发亮的飞机 那你今天的飞机运行过程呢 你觉得怎样啊 让我觉得更幸运的地方就是 可以看到你们把那个引擎拆下来 因为那个也不是每一天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一边在看 其实我行象是一边在挑 因为你们每一寸都讲究到非常非常的仔细 一点点的不平均 然后你们工作人员就必须要小心的沟通 谁要先下谁要先下来一边 这引擎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就像我们的心脏 如果没有这个引擎了 它就会影响到飞机的operation 所以每一架的飞机 我们要确保引擎没有问题 今天整个体验我真的是很幸福很幸运 然后又走到很多人可能一生中 如果你有没有去过你的飞机的其他的部位 去往上这个飞机的货场 我已经去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就空空的 很多东西跟我想象中的不同 然后你带我去一个很小的空间 里面就有很多电源的控制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就像一个电炉啊 因为很热 因为很多电源都在里面跑 然后那个很狭窄的空间 就是控制整个飞机 整个飞机的电流 如果那个地方有出什么错误的话 整辆飞机 我觉得它的安全就真的受危险了 然后我也觉得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第一个就是进入你们的驾驶舱 然后我觉得哦 去到驾驶舱我就 哇今天我的工作应该算蛮好玩的 因为进到驾驶舱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 因为驾驶舱是很多人都想要去看 这个飞机师 他们工作的环境工作的地方 其实整个飞机对我来说都很复杂 飞机维修是一项冷门 但是非常重要的专业 根据资料显示 一架飞机飞行一小时 既需要花上五个小时的维修时数 这足以看得出飞机维修的重要性 马航飞往国内外的航线 每周月五十个 航班每周超过两千次 而这个数据都在持续的增长当中 为此 我国家需要更多拥有飞机维修专业的专业人士 政府要向全国所有的飞机维修工程师致敬 我们下个挑战见 OK 牛力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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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